今天要给你介绍的这本书是 记忆错觉 你的记忆可靠吗 为什么共同经历一件事的人 会彼此回忆出不同的故事呢 为什么你想不起来 出门前有没有关灯 却能很轻易地想起 911事件和冒着浓烟的双子塔 为什么犯罪事件的受害者 会记不清暴徒的长相 还有 我们的记忆 真的能被篡改吗 记忆错觉这本书 为你揭开有关记忆的秘密 本书作者 朱利亚肖博士的研究领域 为犯罪学和犯罪心理学 但她喜欢称自己为 记忆黑客 她在知名科普杂志 《科学美国人》上 担任记忆专栏系列的主笔 介绍记忆是如何误导人们的 她的这本《记忆错觉》 于2016年出版 目前已经被翻译成14种语言 德国知名报纸莱茵河邮报评价道 这本书应该推荐给所有记者 警察 起诉人 法官 以及其他所有常常和自己 与他人的记忆打交道的人 《记忆错觉》这本书 一共有十个章节 我们将从以下三个问题 来了解这本书 1.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们的记忆 2.记忆操纵术真的存在吗 3.我们如何减少记忆错觉 第一个问题 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们的记忆 没有谁的记忆是绝对可靠的 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我们记忆的准确性 比如 我们的大脑发育水平 以及大脑相关的疾病 因而 由于大脑发育还不完全 并不会记得刚出生时候的事情 而罹患阿尔兹海默症 也就是老年痴呆症的人 也会忘记过去发生的事情 在这里 我们将着重介绍 会影响记忆的五种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 我们的感知 简单来说 我们对世界的观察方式会影响我们的记忆 比如 一个高度近视的人 如果不戴眼镜去夜游上海外滩 他看到的外滩 可能只是黑乎乎的江面 和糊成一片的斑斓色彩 如果他回家去跟朋友回忆外滩 他很可能讲不出 东方明珠上到底有几个球 这就是感觉对我们记忆的影响 我们往往还会基于我们以往的经验 来感知世界 假如你从来都没有学过 关于颜色和物种名称的知识 当你看到一池盛放的荷花时 你大概只能看到一大团的 浮在水面上的 对比强烈的 比较吸引眼球的 有特别味道的不殖民物体 而不是接天连夜无穷避 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 自然 这也会影响到你对这池荷花的记忆 影响我们记忆的第二个因素 是兴奋程度 作为一名犯罪心理学顾问 作者还常常需要判断 目击证人的证词是否可信 难道这些目击证人都在说谎吗 并不是 他们的证词出错 还会与他们亲历犯罪式的兴奋程度相关 心理学所说的兴奋 意思是 由于外界压力 或者强烈的情绪刺激 而导致我们出现 心跳加快 出冷汗 瞳孔放大等明显的生理变化 想象一下 当一个人正面对着犯罪分子 黑乎乎的枪口 他的压力一定很大 这种巨大的生存压力 使得他的兴奋度增高 而这会使他的记忆焦点变得狭窄 只能记住 引起他们兴奋的关键信息 什么意思呢 哪怕他们正和犯罪分子面对面 但此时 除了指着他们的枪以外 他们没办法注意到其他任何细节 枪 是唯一进入他们记忆的信息 这就是武器焦点效应 那么 当他事后再去回忆 他自然没法精准地 描绘犯罪分子究竟长什么样 是高还是矮 是胖还是瘦 当然 压力和兴奋度 也并不总是坏事 例如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总是对里面最感人 最搞笑 最悲伤 最恐怖的镜头 记忆最深刻 这说明 兴奋度 能帮我们提高记忆 然而 极端的兴奋性 却有可能把记忆 演变成一场 无法驱散的梦魇 这种极端的兴奋性 就是创伤 无论是自然灾害 还是人为灾害 创伤发生的那一瞬间 都会被迅速定格 连同我们当时强烈起伏的心情 一起被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作者称它为闪光灯记忆 创伤性的记忆很难被遗忘 这些记忆往往以碎片般的图像 情绪和感觉的形式 不断在我们的头脑中重放 尤其对于那些经历过生死战场的老兵 或在重大灾难中生还的人来说 这些记忆 会像鬼影一样 不断纠缠着他们的余生 严重的情况下 还会发展成 创伤后应急综合症 因此呢 情绪和创伤 作为提高兴奋度的根源 也会影响我们的记忆 影响我们记忆的第三个因素是 注意力 很显然 当你注意力分散的时候 你更可能忘记 或记错一件事 作者在书里 讲了一个叫做 变化芒式的有趣心理学现象 这个实验呢 让一群志愿者看一段视频 视频里一大群学生正在传球 志愿者需要数清楚球 一共被传了几次 在视频播到一半的时候 一个打扮成大猩猩的人 从人群中穿了过去 但是 百分之四十六的许愿者 却没有看到大猩猩 因为他们的注意力 完全集中在篮球上了 只有一半人的记忆里 出现了大猩猩 你还觉得自己的记忆 坚不可摧吗 类似的变化芒式现象 在生活中其实还有很多 向远看啊 你记得今天跟你聊了一个小时天的同事 穿着什么衣服吗 男同胞们 你们都能够及时注意到 女同事换了新发型吗 实际上啊 我们常常默认女性对其他人的衣服 和发型变化更加敏感 这也是由记忆决定的 因为通常情况下呢 女性往往对于衣服和发型的款式 有更多经验 更加熟悉 所以她们更容易注意到 环境中的类似信息 更容易记住这些信息 影响我们记忆的第四个因素 是我们的主观偏好 人类的心理活动十分复杂 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 我们因人而异的主观感受 爱因斯坦有一句很精辟的话 一个男人 与美女对坐一小时 会觉得似乎只过了一分钟 但如果让他坐在热火炉上一分钟 会觉得似乎过了不止一小时 愉快的经历 让我们觉得时间飞逝 痛苦的经历 让我们感觉度日如年 这就是我们对时间的主观知觉 同样的 熟悉的路程会让你感受 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 陌生的道路 仿佛要花费更多时间 所以当你迷路的时候 如果好心人自信满满地告诉你 五分钟就能走到 也许你得再想一想 除了时间感知 我们对于属于不同年龄段的记忆 也有不同的偏好 比如 大多数人在回忆过去时 更偏好回忆 十到三十岁之间发生的事情 毫无疑问 少年和青壮年时期的生活 更加有激情 也更值得记忆 但还不仅如此 研究显示 女性一般在十三到十四岁之间 第一次形成自我意识 男性则大多在十五到十八岁之间 这段自我逐渐产生的过程 往往最值得人们缅怀 也正好是回忆的巅峰时期 这或许也能带给我们启发 当你的孩子 在经历这个年龄段的时候 尽量对他们好一点吧 这些记忆 会在他们的整个人生中 被反复回忆起来 第五点因素 也是对我们的记忆影响最大的因素 源于我们 对自己记忆能力的过分高估 也就是过度自信 我们的记忆是自私的 我们只能以自身为出发点 去体验生活和去记忆世界 这会导致我们产生优越感错觉 我们都倾向于高估自己的积极品质 而低估自己的消极特质 比如 我们总是会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聪明 知识更渊博 有关家务战争的调查结果 也许可以说明这一点 被调查的女性 总觉得自己负责了90%的家务活 而男性则会声称 自己至少做了50% 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实际上负责的工作更多 幸存者偏差 是另一个常常篡改我们记忆的因素 我们总是更倾向于关注成功 而忽略失败 关注某个过程中 幸存下来的事物 媒体津津津乐道 比尔盖茨 马克扎克伯格 这样的著名辍学生 靠梦想和毅力 获得成功的故事 却忽视更多人 虽然有类似的经历 却没有成功 这会造成一种集体虚假记忆 那就是有能力和够努力 就一定会成功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内容 影响记忆的因素主要有五个 它们分别是 一 感知 对世界的不同观察方式 决定了记忆的内容 二 兴奋度 情绪和创伤 都能够给记忆带来沉重的烙印 三 注意力 你的注意力决定看到什么 和忽略什么 决定了记忆的容量 四 主观偏见 我们认为重要和有趣的记忆 总是会持续的更久 五 过分自信 永远不要觉得 你的记忆就是真相 这些都是影响记忆的内在因素 下面我们要进入一个 很有意思的话题 也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 记忆操纵术真的存在吗 正是因为记忆容易受到各种因素影响 对记忆进行操纵才成为可能 首先 我们先来谈谈三种记忆操纵术 它们究竟存在不存在 靠不靠谱呢 第一种啊 是迷药 传说中能够让人短暂失去记忆的迷药 其实是真实存在的 它的学名叫 浮消安定 是本二旦灼类药物的一种 它呢 能够抑制生成记忆印痕 所必要的蛋白的合成 所以 人在服药之后 所经历的事情很难被烙印在记忆里 结果就好像 这段记忆凭空消失了一样 但是这种迷药啊 只适用于顺行性遗忘 也就是说 它只能让人记不住服药之后的事情 对服药之前的记忆没有影响 要通过外在因素 造成逆行性遗忘 也就是忘记已经形成的记忆 大约只有通过影视剧里的那种撞头术 才能做到 主人公很巧地撞到头之后 忘记了自己是谁 不过呢 撞头术的风险很大 在现实中 造成失忆的概率 远远低于造成脑震荡 甚至死亡的概率 请千万不要尝试 那么 有没有可能 不通过药物 或者大脑损伤 来达到失忆的效果呢 你很可能会想到 早就被影视剧和小说 演绎的神乎奇迹的催眠术 美国的国家地理电视台 曾经做过一期 关于催眠术的节目 里面的催眠师 成功地让被催眠的人 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但是 本书作者朱利亚肖 非常明确地指出 根本没有催眠这回事 你可能要反驳了 明明有人被催眠过 我还认识他呢 但是 你不妨先仔细想想 到底是催眠 使人们对催眠师的 暗示有反应呢 还是说 只是因为这个人 有被催眠的能力 而使他 对催眠有反应 实际上啊 国家地理节目里那些 被催眠的志愿者 也不是随机选择的 他们都是精心挑选的 高度易被催眠的人 怎么知道一个人 是否容易被催眠呢 研究者其实是有一套工具和方法的 比如 研究者很可能让你盯着一个图案 然后不断启发你 告诉你 这个图案是一只老鼠 如果你在它的影响之下 真的看到了一个老鼠图案 那么 你就通过了这一部分测试 说明 你是可以被催眠的 我们的身边呢 不乏这样耳根子软的人 哪怕明知道是骗局 还会心甘情愿地往里跳 不是吗 心理学家更倾向于 把被催眠反应 叫做 暗示感受性 或顺从性 因为这两种反应 都和一个人 是否愿意 听从别人的建议有关 催眠只能对那些 绝对相信催眠效果 并且高度易催眠的人起作用 所以 如果你担心 所谓的催眠大师 会对你的记忆做手脚 不用担心 你只需要不相信他 不配合他的指导就够了 第三 我们来说说洗脑 洗脑和催眠的情况 也很类似 也是需要特定的群体 才能发挥作用的 精神病学家 威廉萨金特 这样介绍洗脑 信仰不论好坏 真假 都可以强行植入人的大脑 人的信仰 可以被转换成 其他的任意义种 甚至可以与之前的信仰 完全相反 洗脑 网大了说 很容易让我们想到 二战时期纳粹的疯狂 某些极端组织的恐怖暴行 邪教的灭绝人性 不过 这些影响大脑的方式 更多是和我们特有的从众行为有关 我们是社会性动物 所以呢 为了融入社会或者团体 很容易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原则 选择 屈从于社会或团体的准则 这和洗脑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心理学家们更倾向于用影响大脑 而不是洗脑 用来指代 在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 改变他们的思维和行为的例子 比如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意识广告 这些广告短小 但有强烈情绪色彩 他们的台词还会被反复重复 这些广告不断轰炸着我们的意识 让我们被迫对他们产生熟悉感 再比如 网络上流传甚广的洗脑神曲 听过之后哪怕过了很久 你都会突然不由自主地哼唱起他们来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这是由一种名叫启动效应的记忆现象 所引发的 在启动效应的作用下 我们之前的经历 会给现在或将来的经历传递信息 而我们却意识不到自己被那段记忆影响了 直到你发现 神曲在自己脑子里循环播放停不下来 或者你突然对某些商品品牌产生了好感 你才会意识到自己被洗脑了 讲完了迷药 催眠和洗脑 还有其他技术可以改变我们的记忆吗 别说 还真有 作者介绍了一个通过电击老鼠大脑特定区域 给老鼠移植新记忆的实验 老鼠的大脑中有一个叫海马体的结构 这里呢 有一种叫做位置细胞的神经元 其中存储着关于地点和位置的信息 不同的地点会激活不同的位置细胞 比如地点A对应位置细胞A 研究者们首先记下这些位置细胞的活动模式 然后当老鼠在睡梦中激活位置细胞A时 研究者就刺激他们的大脑愉悦中枢 让他们产生快感 这些世界上并未发生过的快乐 被强行加入到老鼠的记忆里 于是他们清醒之后 会在地点A停留更多时间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些恐慌了 别担心 人类的记忆系统是极其复杂 且种类繁多的 至少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以内 记忆解码和人类的记忆植入技术 还未必能完全实现 大家还是安全的 我们与其去担心未来的技术 还不如多关注一些 已经实现的心理操纵术 来看看心理学家们 是如何操纵人的记忆的 作者朱利亚霄在书里 详细描述了一段 虚假记忆入侵大脑的事件 首先 他从志愿者的亲属那里 获得了志愿者 从11到14岁之间的 一些情感体验 比如最好的朋友是谁 居住在什么地方 然后 朱利亚霄详细向志愿者 询问这些情感体验 由于事先已经做了功课 他很快获得了志愿者的信任 接下来 作者引入虚假事件 比如告诉志愿者 他曾经被警方审讯过 或者被动物攻击过 或者丢过一大笔钱等等 志愿者一开始 都对这些莫须有的事件 识口否认 于是呢 作者让他们做一个 视觉记忆练习 操作方法是 让志愿者闭上眼睛 作者不断诱导他们 去尝试 回忆这些莫须有的事情 而事实上 这些志愿者 只是在努力想象一件 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 再接着 作者鼓励志愿者 在之后的一周里 在家里继续做 这个视觉记忆练习 当志愿者 再次回到实验室 他们中的不少人 开始记得这件事 甚至还说出了很多细节 比如有的人说 天空湛蓝 落叶飞舞 我偷了一张CD 作者再一次给志愿者们 做了视觉记忆练习 第二次实验室 回忆结束后 志愿者又在家里 练习了七天 当他们第三次 回到实验室时 超过70%的志愿者 都发展出了 完整的虚假记忆 他们不但能讲出 根本没有发生过的 事件中的大量细节 讲述的时候 还充满自信 作者总结道 人们极易受到 社会压力的影响 也极易受误导性的 记忆回溯技巧的影响 从而想象出一些事物 并把这些想象 误当作真实的经历 朱利亚肖的这个实验 也告诉了我们 为什么心理咨询师的 专业素养和道德水平 如此重要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菲利普金巴多 在他的普通心理学艺术中 讲过这样一件事 一名十二岁的女孩 因为严重的偏头痛 失眠和情绪低落 而接受心理治疗师的治疗 这名心理治疗师 单方面地认为 这一切 可能是因为她受到了 亲生父亲的虐待 于是在治疗的过程中 多次暗示这种事的可能性 女孩终于在治疗师的努力下 确信自己有被压抑的记忆 相信这源于父亲的虐待 于是这位父亲被起诉 女孩也进入了 寄养家庭生活 索性离开了 这名治疗师的暗示之后 女孩逐渐意识到 那些有关虐待的记忆 是虚假的 还了父亲的清白 提出被压抑的记忆 这个概念的 正是发明了 精神分析法的弗洛伊德 然而作者认为 弗洛伊德的理论 只基于对病人的采访 而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 尽管弗洛伊德的被压抑的记忆假设 潜意识假设和记忆回溯治疗理论 都已经被现代心理学界正是不可信 但大量的心理治疗师 仍是弗洛伊德的信徒 其中包括大量的催眠治疗师 值得注意的是 不光是心理咨询师 任何人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虚假记忆 朱利亚肖在本书中讲了一个 四岁半的男孩的故事 小男孩穆雷 频繁的尿床让母亲十分担忧 因为母亲的弟弟小时候遭遇过猥亵 他自然开始担忧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穆雷身上 尤其是当他听说 穆雷几个月前尿湿了裤子 被日拖中心的员工 带去换衣服的事情之后 穆雷的妈妈于是坚信这位员工 侵犯了自己的儿子 他报了警 警方逮捕了这位员工 然后警察开始调查 其他孩子是否也遭遇过不幸 结果 在恐慌的家长和耐心诱导孩子 说真话的警察的努力下 又有四十多名孩子 描述自己受到令人难以想象的侵犯 这名员工 以及他在同一家日拖所工作的母亲和姐姐 因此入狱 此案的诸多疑点才被提出 法院推翻了针对母亲和姐姐的有罪裁定 在这个事件的最后 作者写道 我知道记忆是怎么回事 我不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单凭一段记忆 就能做出法律裁定的世界 最后 我们的记忆也有可能被互联网篡改 作者在书中提出 互联网和各种电子媒体 不但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 更加塑造着我们的记忆 一方面 社交媒体保存了有关我们的大量数据 来证实我们的记忆 扩展我们的记忆存储空间 另一方面 它也极大的增加了 我们的记忆被修改 被歪曲的概率 心理学上有一个记忆从众现象 也叫做回忆的社会传染性 我们花在刷微博刷朋友圈上的时间越多 我们就会越来越难以分清 哪些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记忆 哪些是别人分享给我们的公众记忆 一旦我们混淆了记忆的真正来源 我们很可能就会不自觉地成为 记忆怯贼 把别人的记忆挪为挤用 所以 我们的回忆可能既有准确细节 又有不准确细节 弗吉尼亚大学的记忆研究专家 丹尼尔瓦格纳 则认为 我们生活在一个激烈的交互记忆的时代 交互记忆就像我们网上的互动一样 是一种共同形成 共同更新 共同储存的群体性记忆 事实上 互联网的信息共享 对我们的记忆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 比如 数码失忆症 搜索引擎的出现 让我们不需要再依赖自己的大脑 来储存知识 预示只要谷歌或者百度就好 我们不需要记忆知识本身 再比如 我们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自己的照片时 总是选择最美的照片 这就使得我们落入了自我美化的圈套 导致我们对自己真实的长相 出现了认知偏差 社交媒体还有可能按照大众的喜好 来有选择地强化我们的某些记忆 使某些记忆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值得纪念 比如一些跟网络名人或者热点新闻相关的记忆 这些都会扭曲我们的个人现实 这时候 你也许会发出和我一样的感慨 原来最强的记忆操纵数就在我们的智能手机里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内容 有可能操纵记忆的方法是 一 迷药 服效安定 有可能让我们失去服药之后发生的记忆 二 催眠和洗脑 只会对某些特定人群生效 尤其在社会和团体背景下 三 有技巧的误导性记忆回溯 有可能为你植入虚假记忆 四 互联网也有可能篡改我们的记忆 第三个问题 我们如何减少记忆错觉 首先 我们应该避免过度自信 社会科学家多米尼克强森和詹姆斯福勒说过 人类表现出了很多心理偏见 其中最持久 最强大 最普遍的就是过度自信 别那么相信你的记忆力 不要以为你能记住所有事 一个人只有经常把安排写在记事本 或者电脑日历上并反复查看 才真的不容易忘事 这也能让你在将来 更快更准确地回忆这段经历 第二 我们要学会怀疑 如果一个人善于怀疑 他会寻找多方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假设 而不是理所当然地认为 自己的想法都是对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 主观偏差会篡改我们对信息的感知 记忆会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的需求 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改变 所以怀疑记忆的准确性也很正常 人们往往会误会怀疑这个词 认为怀疑代表着不信任 还有些人喜欢把怀疑等同于批判别人 展现自己优越感的手段 实际上 善于怀疑跟善于批评完全是两码事 因为前者会积极为自己的假设找支持依据和反对依据 后者呢 却只会热衷于从论述中找到错误和瑕疵 往往忽视证据 做一个怀疑论者 让事实 逻辑和证据来说话 你就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虚假记忆的误导 第三点 虽然我们的记忆短暂 不可靠 又容易受到诱导 你却可以通过一系列思维训练 来提高记忆的可靠性 适度的玩意志游戏 有可能提高我们一次性记忆事物的能力 但它并不能提高我们的整体认知能力 在影视剧里频繁出现的记忆供电法 也是个好方法 做法呢就是 在你的大脑中构建一个熟悉的空间 比如你自己的房间 当你在大脑中穿梭于这个空间时 你就可以把想要记忆的内容 分门别类的储存在这里 以便日后查找 另外 你还可以利用韵律 缩略词 或者心理意向来进行记忆 比如我们在记忆圆周律时 会背诵 山巅疑似一壶酒 还有记忆二十四节气时 可以依靠歌谣 春雨 青春 青古天等等 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个原理 来终生记忆很多重要信息 此外 我们还可以利用记忆的怪诞效应 这个特性 越奇怪的事情 我们记得越牢固 所以想要长久的记住信息 我们必须把普通的信息 配上最怪诞的组合 比如 我现在告诉你 千万别想象一只粉红色的大象 可能直到本期节目结束 你都无法把一只粉红色的大象 从你的脑海里赶走 没准啊 你以后一想起这本书 粉红色大象就会跳出来 之所以怪诞的内容记得更清楚 是因为 我们的记忆天生爱联想 当你看到了怪诞的信息 它和正常世界的反差 会让你产生无数联想 比如 为什么房间里会出现粉红色的大象呢 作者提出这个场景的用意是什么呢 粉红色的大象 会不会更柔软一些 所以 怪诞事件即使看起来简单 蕴含的信息量 其实是巨大的 如果怪诞事件更生动一些 柔和更多的感官 这段记忆 被清楚回忆起来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通向这段记忆的感觉 触发器更多 例如 一只香草味的粉红色大象 正在愤怒地跳肚皮舞 这种怪诞和感官的互动 会带给你记忆更多的刺激 最后 你要学会欣赏记忆的不确定性 生活啊 总是充满了不公平和冷酷 人性呢 也并非总是闪耀着光辉 我们的记忆不准确 有时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乐观积极的人能够忘记阴霾 让自己的记忆总是充满阳光 还有时候 被修饰过的记忆 也能够释放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让你不会被一成不变的现实所束缚 事实虽然是固定的 你却可以选择解读事实的角度和方法 用自己的意愿去编织生活 获得幸福 更重要的是 你要理解每个人的记忆和眼中的事实都是不同的 你更喜欢自己的故事版本 但也要学会尊重别人的故事版本 当我们懂得了记忆的这些主观特性之后 就不会再为谁记得的才是真相而去和别人争执了 以上就是第三部分内容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更好地使用我们的记忆 一 不要过度依赖自己的记忆 多利用其他记忆途径 比如笔记本和手机APP 二 做一个怀疑论者 用事实和客观证据说话 三 通过思维训练和记忆术 来提高记忆的可靠性 四 我们要学会欣赏记忆的不确定性 有时候不准确的记忆是为了保护我们 也可以让我们获得幸福 最后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本书 在第一部分 我们讲了影响记忆的五种因素 包括感知 兴奋程度 注意力 主观偏见 和过分自信 在第二部分 我们介绍了操纵记忆的一些方法 比如 迷药 催眠和洗脑 误导性的记忆回溯和互联网 在第三部分 我们总结了提高记忆准确性的手段 比如 借助记忆工具 学会理性怀疑 进行思维训练和记忆术 不管你是有副好记性 还是差记性 你都要记住 记忆的过程 远比结果要美妙得多 它是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经历 感官 情绪 知识水平 所共同作用的结晶 记忆塑造了现在的我们 好 记忆错觉 就为您解读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